大家好,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再讲一个三农的话题 这个三农的话题是讲的是什么呢 现在的话有一个做奶牛牛奶的 他推广的是什么 任养一头牛 然后任养一头牛以后 上市了以后受到了广泛的质疑 而且不光是民间的质疑 那个证监会对于他的上市的材料 也有那个官方的质疑 因为他发展太快了 一下子就变成了25亿 又如何如何发展呢 而且呢他的这种收的钱呢 有大量的用于营销 里头营销的费用极高 我们可以看一下呢 证监会的有关的文件是怎么问他的 公开的资料显示 发行人创建了任养奶牛的模式 此发行人前期通过开始吧 推出牧场供建人活动 通过美好的店推出联合牧场活动 进行奶卡业务推广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 任养奶牛相关业务模式的具体情况 客户获取业务开拓是否涉及传销 上述相关模式或活动是否属于 以养贷值 租养值 联合养值等方式 非法吸收资金 是否涉及非法集资 或非法公开发行业务 是否存在纠纷 或者潜在纠纷 请保健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 并发表明确意见 我们可以就看到了有关的报道了吧 他那个奶牛一天就花费超过80块 奶牛也很贵 然后返利也很高 说收益也很高 然后以这个任养的模式 看似是好像搞农业对吧 但实际上他并不是 所以像这样的模式 其实更早就我们就可以看见了 因为的话我们的三农专家的话 这个研究的透 当初和毛鱼市天泽所的毛所长 人家也是天泽所的研究员 就一起下乡了 而且下乡了以后 也是跟乡闲有了很好的沟通 所以人家就搞了小毛驴 原来我们说了 小毛驴不是还有那个农民工商 没给钱的一些诉讼纠纷 那小毛驴呢 也就推出了什么 任养土地任养一亩田 对吧 你这个奶牛啊 起码是这奶牛可以私有 这个田可是不能私有的 任养土地任养一亩田 而且他任养一亩田的价格是多少呢 在北京啊 你任养一个30平米的菜地 他就要2500块 你要是说按照他的收费的2500块 都给了农民 那农民真的是致富了 好富哎 都给了农民了吗 他任养的这机构 我不是说了吗 连在里头劳动的农民工工商 他都不赔的 那个在打官司呢 对吧 打官司来着 是这样的状态 然后呢 我们又可以看呢 人家在福建也搞任养 就是任养一亩地呢 一亩地五千八 对吧 五千八呢 说是任养了两千多亩 然后大概算一算呢 这光这两千多亩呢 就可以集资一千四百多万元 然后还说呢 就因为任养使得多少料荒的土地 如何如何又如何如何 而且呢 人家任养 人家很聪明 人家实际上说什么 人家生态养殖 什么叫生态养殖 生态种殖啊 你任养了 我给你生态 生态是什么呢 人家生态解释的很清楚嘛 不用化肥 不用农药 不用投入 而且看他那个田呢 其他的有些地方的生态田呢 也没有出草 也没有拔草 对吧 否则你要自己拔草 这个劳动量太大 五千八这一亩地啊 你那正常情况下 你看一个人嘛 一年吃才吃多少米啊 吃不了多少粮食 正常一亩地 如果是水田的话呢 一年在福建呢 种两季的话 那得产两千斤以上 那个真正的高产田 一家吃米的话 现在的吃米的状态 一年 两三百斤就够了 他主要吃的呢 是中国粮食生产的其他富士 对吧 五千八 任羊 而且呢 这两个模式啊 其实大家去对一对 他跟那个羊买牛不是差不多吗 对吧 而且他这个土地呢 你让农民土地流转才多少钱 你一亩地土地流转多少钱 对吧 他给农民的租地钱是多少钱 而且人家说了嘛 原来在山上的荒地嘛 所以这事是什么 你就可以知道 他所谓的这任养首先是圈地 他这边呢 利用所谓的市民下乡嘛 弄了一笔钱 那边呢 圈上了地 然后呢 这个地方啊 我们也看了 这个地方说的也挺清楚的 那是古村落 多少年的古村啊 那个古村落又有多少的古民居修得非常好 旅游价值巨大 我们可以看一看啊 他弄的呢 就是这个古村落 古村落嘛 旅游价值巨大 知道吧 他实际上呢 就是圈地占地嘛 占了古村 然后呢 有旅游的价值 以后呢 前面我们也说绿水 金山 银山 谁的金山银山 你说这个生态价值应该是全民的 而不是呢 靠着那个村的 但是现在呢 人家就是圈地嘛 接着把这些农田呢 它变成市民任养一亩田 任养的多少多少 然后三农专家带头任养的五千八一亩 知道吧 五千八每年啊 每年交五千八 你要想想呢 他这个田呢 生态种植投入多少 对吧 然后呢 那个租赁 土地流转 能有多少钱 你说他这多少钱的利润 让他干的这事 我们可以看呢 和这个证监会啊 质疑这个生态 人家任养一头牛是一样的 对吧 我们那个上市的时候 证监会就质疑他 你任养这一头牛 你影响的是什么 而且呢 他相比任养这一头牛 问题还大是什么 你任养一头牛啊 牛是私有合法 土地呢 你私有流转 这是否合法 那就是一个问号了 你就可以看三农专家的各种公开场合 他为什么要说 允许这土地一租啊 超过三十年四十年 你要明白 他这个收的你一年的 所谓的这个土地的任养费用 他差不多就是 等于他那要流转的话 相当于给人的十年的费用啊 原来都说嘛 没有耕的一些地 产量并不是那么好 或者不是那么好种 然后呢 他来个生态种植吧 自生自灭 那么这个事是个什么状态 对吧 他只要这边收你两年前 那边呢 就把人土地占住几十年 是这么样的一个状态啊 是那个 所以这样的话呢 他下边是让什么 是跟国家 他是要博弈这个土地 这问题就很大了 土地下边怎么算的事 对吧 你这个土地的话 你到底是否设计的那个合法 你将来的话呢 如果都是这么搞 你想比方说都是这么任养 然后呢 都是可以低产 我们可以看呢 这个福建的这个粮食啊 那减产的很厉害 知道吧 已经很难看了 你想他为什么要质疑全国都减产 连年减产 那就是那福建减产的很难看了 其中一个的话呢 那也给支持他的官员遮丑嘛 如果都是减产的这么难看 你想这个他支持他的官员怎么办呢 所以他要说大家都是减产那么难看 说产量高的 那是假的 人家是要这么说话的 明白这三农专家要怎么说话吗 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啊 那不就是一个集资吗 而且这个集资的话 里头啊 大家看到的这个回报会是什么 对吧 你这样的那个土地呢 或者是说你租完了以后你倒卖嘛 但是他说的话方式挺好的啊 所以好多事啊 这个插边球啊 解释啊 就先捞后洗 在非法利益 在合法化 给中国啊 农业发展带来太多问题了 因为他植入私货太多 而且呢 私货太厉害 所以这样的状态之下呢 怎么去认识认识 这个专家在干些什么 这样认识清楚了以后 你才能明白 有关的专家做了些什么 干了些什么 他的实践是什么 他是为农民说话吗 对吧 他中间的利益诉求是什么 现在啊 对于他们来讲呢 不是给我扣上了一个所谓的开发商 代言人的帽子 但是你看看他这些做的 和这个现在证监会质疑的非法集资 涉嫌非法集资的一些行为 是否一样 大家自己判断吧 谢谢大家 本期话题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